哈喽大家好,我是利益,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在我的影片当中呢,有的时候偶尔呢,我会戴这种大盐的帽子 也经常会收到一些网友的留言,想让我聊一下这个帽子的款式,品牌,价钱之类的 那么今天影片呢,就跟大家聊一下这种帽子 它是属于绅士帽的一种,叫做Fedora 那么大概在60年代左右呢,特别是一些西方的国家 包括欧洲,美国 基本上人们出门呢,都不会不戴帽子而出门 不论你是这个上流阶级,还是社会底层的人们 出门呢,都会戴帽子 其中比较流行的呢,就是这种Fedora的帽子 或者呢,类似这种newsboy的hat 那么今天影片呢,我们主要聊这个Fedora 那么像大家平时所说的这个绅士帽,其实有不同的种类 像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呢,叫做Fedora 可能呢,你还有听过其他的这个名字 比方说Trabby,Derby,Pork Pie,Boater 这种不同种类的绅士帽 Fedora呢,是其中比较流行的一款 它的一些特点呢,就是这个帽颜相对比较宽大 而且呢,它帽罐的顶部呢,有一个凹陷 而前面呢,有一个尖尖的这个teardrop的形状 而且它帽罐的一周呢,有这个条带的包围作为装饰 这就是Fedora帽子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如果你看到这个帽颜相对比较小 但是帽罐跟这个比较像呢,叫做Trabby 像目前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看到戴这种帽子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它渐渐呢,演变成一个在特定场合或者时尚的一个装饰品 比方说一些爵士乐手 一些西方传统的派对,节日 或者呢,一些喜欢这个美式复古的人们 比较喜欢戴这种Fedora的帽子 那么对我自己来说呢,首先我自己非常喜欢帽子 我自己有很多不同种类帽子的收藏 那Fedora呢,就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三个帽子呢 都来自同一个品牌 是美国非常老牌的品牌 叫做Statsen 它制作这种毛毡材料的这个 包括美国西部的这个牛仔帽 或者呢,这种Fedora的帽子 已经有非常长的一段历史 它们的帽子呢,都是在美国制造的 会经过很多不同的工序 才会完成这样一顶 Fedora或者西部Western hat 那么既然说到了Statsen这个美国品牌 不得不说一下他们制造的这个牛仔帽 有点类似这个帽子的款式 它的帽颜呢,两边呢,是向上翘起来的这个感觉 但是它的帽罐呢 跟这个呢,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是这个teardrop的这个形状 不是这个前面肩肩的这个 它是呢,中间有一条凹陷 而且它的帽罐呢,可能要比这个更高一点 是传统的美国西部的这个帽子 那么通常过去美国的西部牛仔喜欢戴这种帽子 一个呢,是它可以遮阳 另外呢,是可以防水 因为它的材料呢,通常是这种水梨毛 压制而成的这种毛毡 拿在手上呢,你会感觉这个帽子非常硬 它会永远保持这个帽子的形状 不变形 现在过去呢,有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出访其他的国家 会选择美国的这个西部牛仔帽 作为礼物,送给其他国家的元首 所以我手上现在拿的这款帽子呢 它是基于Western和Fedora之间的一款帽子 也是Statsen非常热销的一款帽子 叫做Open Road 这款帽子的价格呢,可能在220美金左右吧 通常关于这种帽子的选择 特别是Fedora 如果大家在市面上选择呢 大部分看到是羊毛的 如果好一点的质量 像这种呢,是兔毛做成的这个毛毡 兔毛相对羊毛材料的这个Fedora呢 一个是它更耐脏 另外呢,它更防水 所以通常更高级的这种Fedora的帽子呢 使用的是兔毛 另外呢,就是它帽怪上面的这个条带 通常这个条带越宽 会显得这个帽子更加的正式 像这个条带比较窄呢 这个是西部帽子的这个感觉 显得更加休闲一点 像这款帽子呢 可能是最流行的一款Fedora的帽子 叫做Whiped 可以看到它这个帽檐的一圈呢 有这个布边 同样显得更加正式一点 而这款帽子呢 其实它的帽形跟这个是一样的 它的名字呢 叫做Temple 它的帽檐呢 就没有这个布边 显得更加休闲一点 而且呢 它旁边都带有这个装饰的羽毛 都是可以拿掉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戴在头上的感觉 帽檐呢 你可以把它压下来也可以 把它抬起来都可以 侧面的感觉 这个是它的Open Road 相对更硬一点 这种帽子呢 就不那么容易变形 这个是更加正式一点的 Whiped 如果大家在挑选Statsun这个Western Head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呢 有这个多少X 有3X 4X 6X 还有12X 这个X呢 是代表它Quality的等级 如果在6X以上呢 通常它使用的都是这个Beaver 水梨毛的材料 如果在6X以下呢 它可能会掺杂一些兔毛 或者羊毛 像这款帽子呢 是6X的 非常硬 另外呢 关于这个Fedora帽子的颜色的选择 在过去呢 其实不同的颜色呢 有不同的象征 像这个意大利的黑手党呢 可能喜欢戴这个黑色的这种Fedora的帽子 或者呢 其他种类的这个绅士帽 可能从这个古巴移民来的这个帮派呢 喜欢戴这个白色的这个Fedora的帽子 所以在早期60年代 戴什么颜色 什么款式的帽子 会代表你是社会上面的什么阶级 什么身份的象征 但是在现在呢 其实这个颜色没所谓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和你平时的穿搭来选择 像这种Statsen的Fedora的帽子呢 它的价格也要在200美金左右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帽子 也不见得要花很高的价钱 买这个品牌Statsen 你可以购买其他的 你可以买到的品牌 但是呢 最好挑选一个质量比较好的帽子 最好是这个兔毛 或者水利毛 如果你不在乎预算 想挑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这个帽子的话 非常推荐你看一下Statsen这个品牌 那么今天关于Fedora帽子的介绍呢 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给我那篇点赞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